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中文字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自由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9月26号 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1年的秋季年会 在美国的华盛顿落下了帷幕 应该说本次年会是备受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一方面 这是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总裁卡恩离职之后 首位女总裁拉加德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处子秀 人们期待着她在这次年会上会有所表现 而另外一个方面 美国的经济前景低迷 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 新兴的经济体也正在饱受通胀压力的折磨 在这样的全球经济的谜局当中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国际机构 IMF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这个声音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格局呢 现在我们先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9月底在华盛顿MF总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秋季年会如期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官员 著名经济学家云集于此 大家共同关注着本届年会的主题 Global Challenge Global Solution 全球挑战全球解决方案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里成为了全球财经观察的重要窗口 如果说纽约因联合国总部而成为世界外交中心 那么华盛顿则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而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这座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距离白宫只有三个街区的淡黄色大楼 自二战后一直在影响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格局 自2008年10月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冰岛政府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以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其协调世界各国 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平台的角色而备受视频关注 本次年会世界各大媒体云集于此 但感受到的却是类似2008年年会期间的危机气氛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下调0.3%及0.5% 均降至4%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成为这份报告中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幅度较大的经济体 报告预计 今年美国的经济将仅增长1.5% 远低于6月时预期的2.5% 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则有2.7%降至1.8%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欧元区17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仅为1.6% 低于6月时预测的2% 整个发达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由此前预计的2.2%下调至1.6% 明年的增长率由此前的2.6%下调至1.9% 人们不禁再问 世界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呢 我们现在在一个状态 现在世界经济比较强 比6月前的经济比较强 美国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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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与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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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本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与 to look at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here we're predicting six or more percent and the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where we're predicting somewhere between 1.5 and 2 percent so these are all positive numbers so no recession in our forecast the world is entering a dangerous phas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but we can avoid a double dip we can avoid a double dip if we take collective action and we act quickly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re hoping will be achieved at these meetings that world leaders and economic leaders and financial leaders will come together and realize that there are a set of policy changes they can implement which will avoid a double dip 就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他的发言中 引用了法国著名作家余果的一句名言 巨大的灾难蕴含着这样的魅力 他会使陌生人之间产生兄弟般的情谊 拉加德以此来形容当前的严重局面 以及各方在解决危机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If you look just at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chapeau part of the communicate Today we agreed to act decisively to tackle the dangers confront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 was a dialogue And there was a clear response from the membership 以共同的行动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这是刚刚上任不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拉加德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并不是如何来扭转世界经济的颓势 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有效地解决 目前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 防止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扩散 进而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那么这对于新上任的拉加德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What we tried to do was to express precisely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which was a clear sense around the membership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 members of the Eurozone but the membership the 187 members that are represented at the IMF when we had the meeting of the IMFC this morning but a clear sense of number one a common diagnosis about the issue number two a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and decisiveness about addressing the issues number three a clear focus on the steps to be undertaken in the coming weeks to address the issues now there is clearly work and a way in that regard but I certainly myself was very strongly encouraged by the purpose the determination the sense of absolute urgency that was shared amongst the membership 在本届年会的开幕式上 刚刚上任不久的MF总裁拉加德 在谈到欧债危机时 反复强调了一个词 implement实施 然而相关各方如何协作 像MF这样的国际机构 在其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相关各方争论不休 实施 谈何容易 从欧债危机目前的演变来看 不言而喻 正在对世界经济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广泛 正值全球经济增长趋缓 石油价格飙升 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 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得欧债危机得以解决 难上加难 我们的问题是 它是在一个时刻 当时的经济经济增长 由于货币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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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货币油市场 由于货币油市场 由于货币油市场 所以这些东西是正在一起 但在现在 所在意识的政策 是政策的 是货币油市场 其实挑战还远远不止这些 抛开欧洲 17个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纠割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的协调难度 仅IMF自身来说 也面临着种种困难 一方面 由于前总裁卡恩 因性丑闻离职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 信心备受打击 士气低迷 恢复又在时日 另一方面 禁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目前3800多亿美元的资金总额 要解决欧债危机 无疑是飞水车薪 如果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至 意大利和西班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至少还需要注入 3500亿美元的新资金 虽然这一建议 获得了部分发展中国家 和法国的支持 但却遭到了美国 日本 由于法国的银行体系 购买了大量的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 作为欧洲身份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任总裁 又曾担任法国财长的 拉加德来说 这样的身份 也让其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救助欧洲的目的 在国际社会也饱受质疑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质疑说 基金组织要参与到 救助欧债危机 主要是因为要救你们法国的银行 因为这些银行如果是破产以后 那法国的经济会造成重创 虽然斯洛伐克会议 对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容议案 为救援基金的规模 扩大至4400亿欧元 扫清了最后障碍 但欧洲各国 是否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 大刀阔斧 并迅速采取措施 尤其是欧盟 能否及时协调好内部分歧 扭转欧洲债务危机 进一步蔓延的势头 不仅将是全球经济界 高度关注的焦点 更是世界经济 能否躲过二次衰退的关键 但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里 欧债危机想在短时间得以解决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欧债危机 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认清 它是同时几个危机在发生 就是现在它有债务危机 什么叫债务危机 就是你还本不复息 还不了了 没钱还的 第二个呢 银行危机 现在欧洲已经出现了银行危机 可以肯定的讲 它那个银行危机还会蔓延下去 第三个 可以说欧洲现在实际上是有一种政治危机 或者社会危机 什么叫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所以你看 政府宣布任何的措施一出来 马上就是罢工 希腊这几天还要大规模的 全国要罢工 意大利也是罢工 法国也有罢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 目前欧债危机还缺乏应对危机的系统全面的解决方案 而这项全面解决方案至少要涵盖四方面内容 对危机国的财政状况进行整顿 增强欧洲银行的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制定具体清晰的欧洲经济增长战略 最后还要达成一项有效的协议 使欧洲在未来能够进行更为有效的危机治理 and the IMF is useful not just in terms of resources or financing but in terms of surveillance and policy advice and we need a new set of policies to be able to not just resolve the crisis but to grow in particular we have to accept that fiscal consolid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reduction of fiscal deficits and gradual moderation of debts relative to GDP 欧洲危机的范围不断扩大 这是整个欧洲经济蒙上的阴影 虽然拉加德呼吁要各成员国 齐心协力来解决当前的困局 而各成员国也都同意采取共同的 果断的紧急应对措施 但是我们看到这仍然无法抹平 各主要的经济板块 就下一步具体措施上的一系列的分歧 那么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又有怎样的灵丹妙药来解救欧洲 广告之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实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 欧债危机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了一次展示身手的空间和机遇 但是我们看到 作为解决欧债危机三驾马车之一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实它本身也存在很多 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看到 IMF作为国际组织的公信力 正在下降当中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国际金融体系 全面彻底的改革呼声 却是日益的高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何来重建它的国际影响力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驻土耳其代表马克·刘易斯 近日在土耳其西部布尔萨省的 一所大学 发表演讲的时候 连遭学生扔鸡蛋袭击 尴尬万分 就在近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驻土耳其代表刘易斯 在土耳其西部一所大学演讲时 台下学生向他连扔两个鸡蛋 并高喊出反对IMF的口号 刘易斯迅速躲到了演讲台后面 躲过了这场袭击 随后闹事学生被安保人员带出了现场 而此前2009年10月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 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演讲时 也曾遭到当地大学生扔鞋抗议 土耳其学生一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世界银行有着很深的对抗情绪 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世界银行在2001年土耳其经济危机时 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比如主张土耳其政府放弃干预 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 这些建议导致土耳其无法运用财政政策 使得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 导致大量失业 从而加深了经济衰退 使土耳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 比如说在亚洲金融危机 在82年的拿美债务危机 在后来1999年 98年的俄罗斯的债务危机 后来又有拿美的债务危机 在这些危机里面 你看基金组织是非常强势的 非常强势 几乎他提的东西 你就根本没有分说 96年到99年 正好赶上了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 或者叫做亚洲的金融危机 所以在当时的大家经常谈到的 就那个处理的药方 跟今天我们在处理2008年的 全球的金融危机 这个药方是非常不一样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和拉美金融危机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虽然向一些国家伸出援手 但条件相当苛刻 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财政政策 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 这导致许多国家 不得不削减医疗和教育开支 加剧民生苦痛 带来长期后遗症 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针对发达国家 以及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双重标准 饱受争议 同时在几次危机中行动迟缓 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公信力提出很多质疑 我记得当时韩国呀 是怎么样 那就简直是就提出来 就是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相继发生 危机一直左右着全球经济 然而我们能从危机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全球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应该如何改革 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新兴经济体在其中 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都成为了议会各方深入思考的问题 虽然拉加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自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女性总裁 但是并没有打破 由欧洲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执掌世界银行的传统 多年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直被视为复活的工具 时至今日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 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未来的作用及发展方向 受到无变关注 7月1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宣布了这一重大变动 包括提议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特别顾问朱明 出任新增设的副总裁职位 新的人事结构 彰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仍未走出旧的金融体系权力格局 而朱明的身份变化 则预示出世界治理格局 正被注入新的思维 如您可能知道 我们有很重要的改变 在我们的货币基金组织 导致出了一个6%移动 的货币基金组织 进行到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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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有很重要的改变 认为他们的货币基金组织 所以他们也应该有更大的货币基金 在行动的IMF 所以这一切有非常重要的改变 我认为另一个点 我们会称一下 是那些国际竞织织 有一个重要的 role role to play in the global re-balancing we need to take place to restore the global recovery. 所以要socializations are something that is being studied very carefully the criteria for admitting new currencies in the SDR basket is something that we still not very clear. It needs to be studied and agreed to first and foremost, in other word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new currencies and which currency there should be, it is very 虽然表面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彰显, 同时也进行了关于配额的改革调整,但美国仍然坐拥17%的投票权,依然有能力对需要85%的绝对多数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 在国际货币基金这个体系里面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那确实是从发达国家讲来,他们依旧在发挥他们的作用, 但随着整个全球部的经济体的这个变化的新型的国家,新型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他的作用就是说日益在增长,所以这一块呢,在全球这个经济当中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胡锦涛主席多次讲过,就是我们现在要建议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基金, 这什么意思?这八个字不是随便提的,彻底的改革。 这个彻底的改革,第一个就是他的政策理念和他的哲学,你要反思。 在现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你的这一头理念还合不合适?你必须要反思。 对于新型市场国家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已经不仅限于要求美国放弃一票否决权, 以及基金份额的计算公式的修正。 就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最大的挑战。 你要不能迎合这个历史的潮流的话,你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把你拼起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标准是不公正的。 如果继续这种错误,不仅无法应对国际危机,还将使IMF陷入新的危机。 更主要的是,过去十年,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再忽视它们的存在。 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融资中,除美国、欧盟和日本是重要建管国外。 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四国是另一重要裁员。 作为一个完全由西方掌控的机构,它必须理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会上,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在国际增长的国家有一个 role要与其他人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当然,可以与其他人的关系。 在重新的关系,因为这是在背景上的原因, 而在最后的原因是在最后的原因。 所以,这个证据是很明显。 为了重新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 需要实际上的关系,在实际上的关系上, 拉丹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一直在呼吁各经济板块要齐心协力共克时间。 如今,全球经济正处在关键的时点上, 要么走向双股的衰退,要么正确积极面对,稳步地走出低迷。 而面对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不仅需要世界各主要的经济板块采取措施, 把握力极果断重大乃至结构性之四大原则, 同时也要积极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 重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日益凸显的力量, 以共同积极的大举措来应对, 才有可能使得全球经济这艘巨轮成功地走出这一波的惊涛海浪。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